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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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是我哥應該沒有關係吧 OK 我二姐懷孕了 我跟你講 我跟小黎聊過了 我有問他 如果Michael跟他求婚的話 他會不會答應 他是沒有正面回答我 但是我在想 如果Michael跟他求婚的話 他一定會答應的 我覺得Michael是不會願意結婚 基本上他覺得結婚是一件 不吉利的事情 你們家Michael真的很過分 小蕾肚子懷的小孩是他的 他不結婚還想要幹嘛 他心裡面還是關心小蕾的 只是現在不願意承認 你真的這樣覺得 那要怎麼樣讓他承認呢 我告訴你 他這個人就是不見官差不掉淚 一定要等到失去之後才會懂得珍惜 像我跟我以前男女朋友的時候 我們之前 我不想要交你前女友的事 謝謝 不知道就不知道 不想知道就回家 真了不起 不過我告訴你 現在唯一的辦法 就是找一個演員 假裝追小蕾 不錯耶 如果Michael看到有人追小蕾 說不定他急了就會跟小蕾求婚 沒錯 不過是 問你是現在找誰來演了 人當然是你來找 我找 廢話 誰叫你們家史麥克不跟他求婚呢 這個搞定 討論結束 反正就是你找 繼續掃地 我還要幫我弟弟找情敵 大伯這麼難看 你好 來辦事 出差一點 對啊 住八樓 那有一個黃輝紅先生是不是也住八樓 對 對啊 我就是黃輝紅 剛剛 我們家今天沒劇毒 沒有 我們今天不是來抓劇毒 我是來通知你 我們破獲了一個呱呱的詐騙集團 被害人名單中有你的名字 可是我沒有錢 所以你可以領回被詐騙的錢 一共十五萬 可是我沒有錢過呱呱的 也沒有被騙十五萬 還是你有請一個叫十三儀的人 代替你去匯款 因為被騙的名單中沒有他 可是匯款的人有他 對 有 對嘛 那就沒錯 那 那 那現在要怎麼辦 你帶身分證到警察局辦個手續 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領回十五萬 對 那趕快去辦手續 我還要去通知其他人 謝謝你 請拿 謝謝你 謝謝 謝謝你 十三儀 給你十五萬 十三儀 十三點 十五萬 你怎麼講 對 我想說 本來小布現在在那邊 沒有未婚懷孕 對 沒有 我跟這個我沒有生長我兒子 我現在才會說的 真的 一個廉避 我真的 真的 那男子女兒 讓我們懷孕 就不要臉 做老婆婆也不用再教 我領個菜 跟你說 拜拜 等到 等到 天到地到 黑到白到 人到富到就是有人不上道 那兩個人 我現在是在中道 兩萬一 中了頭 我 我 我笑 我不是在笑 有人突擊不到十八米 花花了 抽了一百萬 沒領到 跟人家 變了十五萬 抽 你講什麼 我什麼都不知道 剛才警察 跟我說 那瓜瓜的集團 詐騙集團 被抓到了 然後之前被騙的錢 都可以領回來 你是說 那個十五萬可以拿回來 喔 可是 那個詐騙集團 那個瓜瓜的卡是寄給我 不是寄給某人 所以 那錢當然寄給我 我 外賺什麼 你外賺什麼 你外賺什麼 你不是說你什麼都不知道嗎 我知道那是我的十五萬 你外賺 你不認錯 認錯 好 我不認錯 都是我的錯 千錯萬錯 都是我的錯 那是我的十五萬 十五萬 來 發誓 你要發誓 發誓你再也不偷看我黃家的信 我發誓嘛 我發誓 我除了以後 都會再看你們黃家的信 好 你講慢一點 你聽不懂 講的要誠心誠意 讓我感覺到 你是真的在悔改 我發誓 以後 我絕對都不會再拿你們黃家的信 裝可愛 如果以後再翻呢 如果以後再翻我就 我就一輩子不愛吃饅頭 這跟吃饅頭有什麼關係 這跟吃饅頭有什麼關係 這個很嚴重 會嗎 很嚴重 不會犯的 不會 因為我最愛吃饅頭 走 想要 十五萬了 你都不知道嗎 你真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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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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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 我真正 不是我說 太無聊的你 不是我說你 你啊 你啊 我又不拿你的 你就是貪你也太強了 你貪這麼一天小便宜 你就能發大財嗎 啊 你這叫賠了夫人又責病 你 你知道 這句成語的點故從哪裡來 沒什麼知道啊 囉嗦啊 看你 不求上見 我會祝福你 在外的世界 有一片未來 你只能擦不完 口來擦不完 你還沒有找到追我妹的人啊 很難找耶 我已經很努力了 畢竟賈東追求人 可是需要一點演技的好不好 不是 上了 我去 等一下 這麼巧啊 金湯妮 我今天剛好要找麥克學長 來恭喜她的爸爸了 這一件事怎麼連你也知道啊 該不會連我爸 或是連你媽都聽到風聲了吧 死定了 不要緊張啦 這件事不是路人跟我講的啊 是黃書琪告訴我的 黃書琪 這大嘴巴 學大 恭喜啊 爸爸 我現在要找生意了 什麼 什麼 你們要我假裝是小雷的男朋友 來進入學長 還要讓他跟他求婚 沒錯 就這個意思 不行啊 這怎麼可以 到時候必須他知道我們是串通好的 我 我不被他打死才怪 金湯妮 你跟麥克認識這麼多年了 你幫你的忙是會怎樣啊 就是啊 不行啊 不是不幫忙啊 只是 沒有別的辦法了吧 當然沒有啦 又讓麥克把小雷追回來 只剩這個辦法了 今天要你不跟妳講 麥克到時候來跟小雷 求婚兩個人 甜甜蜜蜜的結婚去 他不但不會怪你 還會感激你當初激怒他的 不是啊 真的嗎 今天要看哪一片啊 石湯妮 大家 你們兩個怎麼交互在一塊 我們兩個 剛剛在門口遇到 所以就一起進來了 金湯妮到底怎麼樣嘛 對啦 快點啦 不難嘛 真的說 考慮那麼久 對啊 大姐 你們現在在幹嘛啊 我們在逼金湯妮追小雷 叫湯妮去追二姐 當然是假裝的啊 這樣子呢 麥克他會非常緊張 然後把小雷給追回來 這一招很讚耶 二哥最容易中這種招了 對不對 大哥 拜託 誰想來辦法 快點 你要不要答應了你 湯妮 你願意好心情上幫這個忙嗎 如果我答應幫這個忙 在蘇琪的心中 我一定可以大大加分 好愛你 麥克 哥 怎麼這個時候來找我 剛好經過我附近嘛 就順便來找你一起吃個飯 你不夠 哥 我健身房附近就有義大利麵店了 幹嘛跑那麼遠 我最近有發現一家 很好吃的義大利麵店 你跟著我走就對了 有問題的 那不是小雷跟金湯妮嗎 他們兩個怎麼會在那裡 他們在說什麼 聽黑道耶 走進去 走進去 小雷 你知道我之前就喜歡你了 現在你懷孕了 麥克學長又不願意負責 所以我 我 我 如果你不在乎姐弟戀的話 請你嫁給我 什麼 金湯妮 你這個王八蛋 居然敢向小雷求婚 湯妮 可是我已經懷了麥克的孩子了 就是嘛 他懷了我的小孩 怎麼可能嫁給你 我不在乎 我希望能夠照顧你跟你的孩子 而且 我已經跟我媽說過了 他願意接納你 到時候 你的孩子 也就是我的孩子 我一定會好好照顧他的 而且我媽說 他有個現成的孫子 他超開心的 Tony 你 金湯妮 我 我去 你不要讓我 今天要受死那金湯妮 你憑什麼扁金湯妮啊 我那麼照顧他 又對他那麼好 他憑什麼搶我 搶 搶什麼 搶你的小雷 可是你明明沒有要跟小雷結婚的 我當然沒有要跟小雷結婚啊 我又不愛他 那就對了啊 那你剛才在氣什麼 我告訴你 既然你不願意跟小雷結婚 小雷又想生下孩子 那麼讓他跟金湯妮在一起 這樣不是很完美嗎 可是 可是你心裡面就是會覺得不舒服 我哪有 沒有 那你剛才幹嘛氣得要打金湯妮 我沒有生氣 麥克 只要小雷嫁給金湯妮 你就什麼責任都不用負了不是嗎 而且小雷本來就想嫁給有錢人 大家目的都達到了 這樣不是很好嗎 我吃飯了 大雷 心跳呢 幹得好 大哥 剛才要不是你把學長拉走 我現在早就在院躺平了 你放心了 事情還沒有成功之前 我不會讓他扁你的 大哥 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成功之後 我就可以讓他扁了嗎 小雷呢 他先走了 大哥 學長這樣一擊 真的會跟小雷求婚嗎 走 真小 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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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練 可不可以幫我一下 教練 你可不可以幫我一下 教練 分別不可以幫你 上班 都會有多大便 我會學習 說 馬討對 我不會帶來 很期待 嗯 我可以不安 我跟妳講 你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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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媽媽好 石媽,現在要吃點什麼呢 那個…大粽豬肉鍋 大粽豬肉鍋 好,馬上來 準備一下 再先幫你加湯 謝謝… 我會祝福你 塞外的世界 有一片未來 你只能擦摸啊 可愛的擦摸啊 媽媽 哎唷 那既然是要來吃火鍋 還是要來參加金鐘獎 都穿到這樣才不太行 對 對,比大英 還未能穿的尺寸 那不知道要跟台師鬼吃 才做一頂 那一塊都不環保 媽,你怎麼會這樣 我都來了 我就跟你說了 飯店的事沒完 我就會來刷刷 好 石媽,你的肉來了 來,謝謝 這位是 媽,我有說過,舒淇 舒淇,這我媽 金媽,你好 我是黃舒淇 你就是舒淇 有啦,我有台灣湯泥說過你 我是寒煙 就是庭院生生來賓 劉雪華演的 寒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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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這個名字 看來她的心胸有四肺 不過她是寒煙得差不多 有這種名字 一點都不適合她 這位太太是 媽 要不要再學載媽媽 真正 我就是去製造名 石老師 是 你好 來 這是我的名片 請多多指教 謝謝 好,謝謝 肥媽 對,因為我媽媽是 金公相向的集團總裁 所以為了配合集團這個名字 還有總裁的頭銜 所以整張名片 都是用金箔做的 真是一支媽媽的 夭壽 以前不知道湯泥們哪一餐 看來真的這麼爽 不知道說 哪一杯湯是哪一支媽媽做的 爸,你也來吃飯 你也在這吃飯 你住海邊管得可真空 來,坐 坐 來 你好 這位是 我叫韓燕 我是湯裡的媽媽 我媽媽 原來是金太太 你好 你好 媽 黃師傅跟石媽媽 都很會算命 你呢 這樣嗎 坐 謝謝 你也坐 好,謝謝 看你要點什麼 小小 給爸來一份 松阪牛肉鍋 馬上來 好 那個 石老師 他算在塔羅牌 不知道你算誰 我啊 好 取分紫薇斗樹 諸葛神算 乃至米掛金錢掛 我都精通 不瞞妳說 人稱保哲林神算 諸葛在世 那位算命達人 就是必人在下我 所以說 不論你是要算今生來世 現在還是過去 我一一都可以解釋 不知道金太太想 有什麼事情想問的嗎 有啦 我有很多事情 我問的 沒關係 沒關係 我說黃師傅 這個話 不可以說這麼慢 對不對 阿大 我告訴你 他那個 沒什麼準 像我這種塔羅牌 最準 你不要說 現在只剩你一個聖名在這裡 我 還會那個 血型 星座 不然有些人 只剩一種高等的聖名 這麼笑死人 那已經退流行 妳說這什麼話 這紫薇八卦 是老祖宗 代代相傳下來的算命方法 妳居然敢說是 退流行的算命方法 妳這什麼話 我算的本來就是真的 來 金太太 我跟你講 這個 我這個塔羅牌 實在是最準的 你如果真的要算命 絕對一定要來找我 金太太 我跟你講 今天我們相見 算是一個緣分 再說我們小七 又在這邊打工 不是這樣子吧 我來幫你測個八字 或者是劈個流年 算你八折 好吧 好吧 用打鐵這招 妳怎麼太低屁了 我跟你講 我這個算塔羅牌 一向倒是說 算一個問題 就是五百塊 今天給我三個月 電話跟你說 不要穿五千 不要一千我算你五百 四三點 我說你這個平常算命 從來不打折的 只會跟人家多收錢 今天居然會打折 這不像你 來快… 今天這胡說八道 我跟你講 我這個人最好 我今天跟你交代的朋友 我跟你說 白狗吧 我跟你說 我給你打鼓 我都在穿你跟別人贏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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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人太大了 而且小孩相不良 走 走 來 金太太 徐老師 給妳麻煩妳幫我算一下 沒有問題 謝謝 來 等一下 妳去忙嗎 沒有 妳讚妳 來 給妳看我還妹 不要 不要 來 妳這樣算什麼 我要算 喔 事業 我有聽妳湯妮說 說妳這個金公香香集團 現在要轉投資 要做飯店 給妳算一塊 要大賺錢 我不是要算事業 妳想要算什麼 妳也知道 我們在誤會了 總是有一點 比錢更重要的問題 喔 健康 真的 我跟妳說 健康真的非常重要 不然 賺錢再多錢 也是欲求她 我不是要算健康 妳不是要算健康 不是要算健康 我不是要算健康 我在開玩笑 怎麼說妳要算婚姻 要找死人 我就是要算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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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想要再去 我有聽妳湯妮說 出事的時候 她腦袋就瘋了 妳也只剩下二十二十多年 妳現在還想要再去 哎呦 石老師啊 我們都做好人嘛 對不對 以前我跟我們湯妮這樣 相依為命過日子 旁邊沒有個伴 都不覺得寂寞 不過妳想看看 我們湯妮 過幾年 就有自己的家庭 到最後 也是我像我一個人而已 也是我的寂寞 這我了解 妳了解 妳的心情我了解 她也是在看我 說我的室外好小 但真的說 要結婚了 我帶我一個人 也很寂寞 所以說 我要穿我年輕冒霉的時候 來尋找我的第二春 年輕冒霉 我年輕冒霉 妳不覺得 拜託 你看我冷就是冷 又就是 我說身材就是身材 這時候就是年輕冒霉 好 好了 送娘 送娘 好 來… 妳這件事跟我說 我現在拿妳送 別人要說到我人 別人要說 別人要說 好 好 好 海燕 妳終於是我的人了 阿姨 妳為什麼要躲我呢 我躲妳是因為我怕妳 我怕妳是因為我愛妳 妳這個小淘氣 來 佩文 怎麼了 佩文 我…我…我起…我起船 佩文… 佩文… 一片之心 兩地相望 下筆三四字 淚以五六行 但求七夕卻巧慧 八方神明 五元陽 九泉底下數百尾 奈何橋上恨正常 崇拜者走千里萬般 五三八神明… 五元佩文… 六元… 我們剛剛說到這裡 我從這裏都聽不懂 妳聽不懂嗎 我不用跟妳說 我剛才講到不好 我告訴妳 這是… 聰遙過丈夫裡面的台詞 我现在讲比较生活语的给你听 然后就是说 哥哥 你爱我吗 妹妹 我不能爱你 可是 哥哥 哥哥 妹妹非常爱你 就是这样 可能是因为外名叫寒烟 所以我对琼瑶 更有选择 哥哥 速速来速 我刚才说到你 说到我 我们配文的 我们配文 老师 你招我 你同房子那儿 你黑骨冒给阿凯就这样走 等到黄师傅 家庭给我 还有我们宝贝姐姐 Tony 他就搶手了 不要重心 过气 就给他过气 未来太重要了吗 你还未来太重要了 看到吗 我看到吗 看什么 你的未来 看到我的未来 我的未来是什么 我的未来 水晶祖宫 对 说你来是一天一来 看到一个人来说 看到三遍 他就是你的有缘人 一天一来 看到同一人看三遍 就是我的有缘人 摸不掉 我会祝福你 塞外的世界 有一片未来 你只能操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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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觉得怪怪的 你给他想看看 今妈妈每天都要经过社区大门 我都会见到那个警卫至少都有三四次 拜托 那这样子难道他就是我的有缘人吗 对不对 还有老陈老陈你也认识啊 对不对 他每天上下班都来接我 我每天要看他七八次 难道我要嫁给他 我们公司的男主管哪里这么多 我每天都看他三四次 这样我就会嫁 这样亲妈妈不错 可是我觉得 美食妈妈所谓的一天见三次命 应该不是刚刚的意思 不是什么意思 所谓有缘人 我觉得应该是说 这个有缘人 平常你不会去遇见他 可是呢 你见到他的时候 又会觉得 哇 怎么这么帅 这么完蛋 那种感觉啊 所以你一天见到三四面 当然就会觉得说 哇 好有缘 好特别 那种感觉啦 有缘人 马上这样解释喔 这是我听我爸说的啦 我也不确定 今妈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 你那个有缘人的啦 那当然 欢迎光临 来来来 坐坐坐 一起 两位嘛 好 看一下谁需要点什么锅 我牛肉锅好 牛肉锅 那你呢 好吃肉锅 好 没问题 马上来 肉汁 好 好 很 好 好 五五五八 5八 六四 十五 四 五五 四 五五 十五 五 你今天沒來啊 去日本出差啦 去日本 那怎麼沒帶你去啊 你是明智顧問喔 他如果帶我去的話 不就等於公開我們的戀情了嗎 也對 但是啊如果是我就會帶我女朋友去 我以前跟他 今天去日本 我們一定會一起去去香港 史瑞克 幹嘛 我真的真的對你之前的女朋友 一點興趣都沒有 這樣 回一下 不要 太好了 兩個人都在 請問你 你不知晚上的會常會跑來這邊幹什麼 對啊 當然是為了晚上的事啊 我跟你們說 我們有拿到我媽那個鑽戒 所以我拿了一個更貴更漂亮更大的東西 什麼房子啊 不算晚上不會用 怎麼樣 好漂亮喔 怎樣 可以嗎 看反應也知道一定OK的 這麼大一串 等一下 金燙你 你可不可以先把他借給我帶一帶 好啊 謝謝 女人就是逃不過這種珠寶的誘惑 她真的很漂亮好嗎 請 請 請 幫我幫你 好美 等一下 你們兩個 這樣好像情侶 對 這你在補作 補作什麼了 你 別亂講話 我告訴你 今天晚上 能不能成功就靠你了 想辦法把石脈也給來激怒 知道嗎 真的 OK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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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你有沒有西裝借我一下 你要西裝幹嘛 就那個金燙你 說今天晚上 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叫我們大家穿得正式一點 去試聽室 什麼很重要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 不過金燙你 有一點很開心的樣子 我覺得應該是什麼喜事吧 你到底有沒有 沒有 算了 那我穿這樣去好了 今天你要請給我 麥可 到底會不會來啊 應該會吧 麥可來了 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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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什麼喜事 要集合大家在這裡宣布 小蕾 你知道我第一次見到你之後 我就深深地愛上你了 不管你肚子裡懷的是誰的孩子 請你戴上這一條項鏈 嫁給我 嫁給他 小蕾 你看金燙你多麼的真心 我就答應他吧 小蕾 我們家那個麥可蘭我不責任 你就帶給他那 孩子 嫁給金燙你吧 嫁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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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人 居然要小蕾答應金燙你 黃小蕾 你不會真的答應他吧 我願意 七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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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祝福你 塞外的世界 有一片未來 你 你會想要小蕾 你會想要小蕾 我會想要小蕾 七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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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個 七個 麥可 你怎麼會來了 你們這群王八蛋 居然推出黃小蕾嫁給金燙你 麥可 你 身為我大哥 居然要眼睜睜地看著我未出生的小孩跟他姓 其他人就算了金燙你 還有你 我怎樣 你知不知道金燙你見一個愛一個 說他是真心的 在學校 除了修學 礦課 俏課的不順 幾乎全校女生她都用過真心了 學長 閉嘴 你知不知道 朋友其不可惜你是沒有聽過就對了 除了戲之外 你還要給我娶 你是活得不耐 二哥 誰啊 你在叫我嗎 你還認得我是你的二哥 我在外面 我聽到喊最大聲嫁給他的 就是 你 麥可哥 幹嘛 你 你是罵夠了沒 還有你 我怎樣 我有話跟你好好的說 跟我出來 快 快 快 你有沒有成功 成功到不能再成功 謝謝 謝謝 斯麥可 這爸怎麼辦 你 瘋的是你吧 你該不會真的要嫁給金湯妮啊 我要嫁給誰 你管就知道嗎 我是你肚子的小孩子的爸 那要怎樣 反正我嫁給金湯妮以後呢 肚子的小孩就跟你一點關係也沒有 我說你不准嫁給金湯妮 不准就是不准 石麥可 你真的很自私 你不想要負責 就叫我去拿掉小孩 你不想娶我 又不准我嫁給別人 你到底把我當成什麼 肚子的小孩我也有份 就算我不娶你 難道我沒有權利選擇他的新爸爸嗎 你想得美 身體是我的 小孩也是我的 懷他累的是我 辛苦的是我 煩惱的是我 所以你根本就沒有資格管我要嫁給誰 你是胡欣來的 沒有我 你自己可以生嗎 那又怎樣 你只不過貢獻了一隻小蝌蚪 我不大必要找人還你嘛 反正我就是嫁給金湯妮了 你怎麼沒有說我不負責 你很奇怪 你明明說有一個禮拜的時間可以考慮的 現在時間後還沒有到 你不准亂做決定 也不准你嫁給金湯妮 那你到底想要怎麼樣 等到時間到了 我自然會告訴你想要怎麼樣 你這個大男人 就算我可以三個禮拜三個月 甚至小孩都出生還滿月久的 你也不會做出決定的 我哪有說要三個禮拜三個月啊 一個禮拜的時間明明是你訂的 我之前要好好遵守約定不行嗎 你最好也要好好遵守約定 好 你這個我 我 我當初怎麼會給你這個死自私鬼 這個幼稚鬼 想從我 後悔我 你要怎麼想隨便你 總之時間一到 我自然會告訴你我想要怎麼做 反正你就是不可以嫁給金湯妮了 你自己是出手的鬼月對吧你 一個禮拜就是一個禮拜 你怎麼這麼早又回來了 不然呢 我還以為你會跟那個史麥克出去 不可能 我已經恨死他了 怎麼了 他沒有跟你求婚 沒有 沒有 為什麼 我怎麼會知道 那個男人簡直莫名其妙 我都要嫁給別人了 他還硬要考慮什麼一個禮拜 神經病 大無賴 怎麼會這樣呢 算了 如果搞到最後他還是這樣的話 我會打算自己把小愛生下來 反正我對他已經死心了 黃小蕾 不會那麼早就死心了 我看那個史麥克今天真的有被刺激到 我們再等等看好不好